首先按格式化 可以幫我把小於等於7的排名 自動幫我列出,你會發現這底色 直接就列出來了 等於是12號、21號、27、28、33、34、39這幾個號碼 再來還有一個清除,清除之前講過,把它拿掉 OK,這個清除 但是你會發現雖然格式化也已經算是清楚了 可是好像有點不方便,為什麼? 因為你還要捲動 所以其實最後我想了一個方法,乾脆幫我把 如果這邊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號碼 幫我把它直接放到這裡 就列個清單就好了,這樣不是更好嗎?直接幫我清單放在這邊 那我就不用再往下捲動了,所以前七名 列出來 誒?陳氏,我寫 OK,所以這地方的話,我們先來看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前七名 其實可以從格式化做好來改就可以了 兩個是有相關聯的,因為邏輯是一樣的 只是要怎麼寫 OK,所以特別注意,這個號碼其實是 條件是小於等於7的號碼 幫我放到這邊來 複製過來 OK,所以其實怎麼複製過來 其實 前面是有都有講過啦,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它巧妙的把層次寫出來 OK,這個地方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那首先第1個格式化 這個 怎麼寫 第1個樣 for i 等於第4到43 然後做什麼 如果 可以寫43 43是固定的 那向下追蹤,你可以寫這樣 if 有沒有 sales 這個id的一欄,就這一欄 小於等於7的話 then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的底 A藍的底色 底色還記得吧 Intel color 黃色的話是什麼 紅配綠 OK,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意思就是把底色變成黃的 OK,這個 應該都有印一下 那恢復的話,所以執行 這邊都 都被改 OK 那怎麼樣把它恢復 其實很簡單,我們就怎麼樣 再加上 上面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其實只要把color改成沒有 而且喔,特別是 這裡面喔,我把邏輯拿掉 因為裡面不用邏輯,反正你只要 幫我把這個範圍的A藍 不管他底色是不是黃的 反正就幫我清掉就對了,這樣為什麼 神的麻煩,反正全部幫我清空 所以你會幫你執行他的話 全部清空了 OK 那最後的話呢,最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前七名 幫我列在這裡 這邊執行給各位看 就這樣 那怎麼改,其實特別注意喔 我把它刪掉 其實我可以拿什麼 拿這個來改 那你想說拿這個怎麼改 特別注意喔,有幾個地方是一樣的 有幾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拿幾個 for i 等於 第2列到最後一面 最後一列,這個一樣 找什麼呢 如果條件是小於等於7,這個一樣 差別在這裡 幫我怎麼樣呢 如果找到的話 幫我把他的那個sales ID的A藍 不是底色喔 是把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幫我複製到這裡 這裡是F 2 所以其實寫的方法記得喔 底色不要 這個所以把那個底色這個填顏色刪掉 然後把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放到F2裡面去 那放F2 所以這邊就喔 這個要寫後面 F2要寫前面 所以我這邊的話,這邊就 前面就是F2 第2列 的F藍 等於 所以現在等於 把那個 找到的這個 放到裡面來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執行的話,你會發現會怎麼樣 變39 那12呢 為什麼,因為 F2嘛 因為你先放12了,然後再放21 21什麼,蓋掉了 蓋蓋蓋蓋蓋蓋 都放 那所以什麼 39也蓋掉 所以呢,這邊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應該怎麼樣 第1次放F2 第2次要放什麼 F3 以此類推 所以喔 如果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清單就解決了 那怎麼解決 重點喔,特別是喔 因為這個2這個數字是變 會可以改變的 所以你要想說它這個變數 那變數的話呢 我前面講過喔 你可以在這邊先加個K好了 隨便一個數字沒關係 可以給變數名稱 K等於2 然後呢 把K放在這裡 那現在執行應該還是 一樣的狀況 那我們如果說希望怎麼樣 他只要放一個之後 就把K這個值 加1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意思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當他執行過一次了 那我就在他的下面一行寫什麼 K這個值 要把它加1存回去 那K等於什麼 拆一下看沒關係 拆錯也沒關係 其實程式有時候亂寫 這邊就寫出來了 K等於什麼 K加1 就 寫完了 OK喔 特別注意喔 資金給各位看一下喔 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啊,只有改幾個地方 本來這邊是什麼 2嘛 那因為這個數字我要不斷變動 所以我在這邊 先給一個初始值 所以一般呢 K等於2 是初始值 就是你 第一次要放 哪一列 然後 再來的話呢 你後面如果放了一個之後 你那個列要怎麼 去變動 如果你是要放下一列 那就K等於K加1 他那個 把2加上1 存回去 他就變3了 有沒有,其實跟剛剛累加的概念差不多 不過這個地方不叫累加 這個叫做 加1啦 就是剛剛是一直把它全部加 這個是怎麼把那個值 加了1存回去 加了1之後存回去就對了 所以 他就會有這個效果 一直往下放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所以其實程式 真的沒有變太多 只是說多一個變數 就可以變出很多花樣 OK 其實你們工作裡面 說真的 很多時候 並沒有那麼複雜 只是說你們要巧妙的去使用這程式的變數 讓他變成可以 讓你增加一個 地方可以存放其他的值 所以請各位 這三段 那今天的話大概就是 這一題先講到這裡好了 那這一題還可以延伸什麼 你後來有同意說 老師,可是 他這個前七名是先 第七名 可是我今天希望 先幫我放第1名 放第2名 一直放到第7名 誒 那程式該如何改寫 其實可以回去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來,表示你是 已經 到了某一個境界了 如果想不出來沒關係,下一次我會再跟各位 程式只要再加一點點東西 他就可以幫我 從第1名放到第7名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是講那個數學函數 講到那個樂透 彩的中獎機率,那最後是 把號碼 的底色 填個黃色 五行程式 最後列表 再多兩行 七行 OK 那最後還可以再延伸 這個當然你們可以回去自己想想看 如果要按照1到7名排序的話 怎麼做 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還蠻方便的 很多時候報表一下馬上出來 你根本不用再去做任何下任何公式 其實 只要VBA寫好 你要找的報表 資料 按一按 結果就出來了 是相當的方便 所以 這部分還是要回去多多的熟練他 那程式部分我做完的雲端上有一份 所以如果你有程式撰寫的問題 可以先稍微參考一下 那今天就 先講到這裡 好